不服输注尽 总经世线 没有离开世线 离开世线不是佛法 而此世线业呢 且特殊专尽 佛说了一门 专门讲世线借尽 世线业道尽 就是世线借尽 专讲一部 这部经讲得很详细 故 这个后面说 一进 圣三口四 一三主义 唯修持根本意 佛法 无论是哪个走 现在 佛法在地球上 所流通的 有汉语 有汉语 白传 包括 日本 韩国 蒙古 这都是说语 白传 以汉语为中心 南传的 巴黎语为中心 还有藏传 还有藏传 那么这三种鱼系 里面的宗派 很多 三个鱼系 都有很多宗派 无论是哪个宗派 佛所说的 是佛法 还有实践法 都是以 实践业为根本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学佛从哪里学起 从实践学起 三规 无界 实践 要要求自己 真正做到 三规 是其心动念 要求 其心动念 拥而不明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觉真尽 要与这个相应 这就是真正佛地词 那下面落实 无界是人 戒是戒 善是善 善 是世间人 共同遵守的 戒是佛特别给你约定的 你要是犯了 你看 犯是善 叫悟行 悟业 悟业 还加上破戒 这最佳一等 世间人 坐卧 没有破戒的 水 那么修佛的人说 坐卧 又加上 破戒的水 所以张恩家 大四的话 很值得我们 万为 他老人 就叫我们 不要急着 去守戒 现实 学得真有把握了 你再去守戒 持戒 有功德 一条戒 有五位 互发神 互建神 保佑你 那你要是破戒了 不但没有神 保佑你 连鬼神 瞧不起你 所以 古时候 你要求书善规 人家就问你 世上有道 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不跟你说 真正做到了 校养父母 封死四场 雌性不杀 修士善业 才 给你 传逆三规 你要守戒戒 传逆五戒 你可以做到 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来守 报名 就跟你守了 受了之后 他不负责任 我们自己 要清楚 自己 要正干 受了 一定要正干 否则的话 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冒牌的 冒牌这个罪 很重 不是佛地词 冒充佛地词 要有罪 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学习到次第 给大家看 不负责任